男人刚结束一场没有结果的爱情,带着行李回到香港,在这里他为了讨生活,开始抛弃原先的武侠小说,改行写起来小黄书。 由于稿费暴增,他成了风月场合的座上宾,再也不相信世界上有一生一世的爱情。 这天他意外见到香港的一个老熟人,谁真想对方说不认识周沐云。 这小脾气上来了,非要整两句,他问女人是不是叫露露,对方思索了一下说以前是,但现在不是了。 周沐云问他,你是真的不认识自己了吗?你说我长得像你死去的男朋友,他是菲律宾华侨富家子弟,本来你打算要结婚的,谁真想男友却死了,你说你一生最爱的就是他。 那天晚上,两人聊了很多,周沐云将人送回旅馆的时候,人已经不省人事,见人已经成了这样,他也没了兴致就转身离开。 出来时,他看到一个熟悉的号码,这个号码承载了他许多过往与美好,而屋子里喝醉的女人正哭得梨花落泪。 两天之后,周沐云又来到2046,说是找露露还钥匙。 谁诚想,老板却说这里没有叫露露的人,但有个咪咪,他说自己想租下2046,但老板却说2046在装修,让他瞅瞅2047。 等他搬进2047,他才知道,那天晚上离开之后,露露在那个房间里被男朋友连筒竖刀。 男的是叶总会鼓手,露露很喜欢他,因为他像极了前男友,也是一只没有脚的小鸟。 这么多年,他一直无法忘记没脚的小鸟,也就是那个已经死去多年的前男友阿龙。 虽然下场惨烈,但他并不介意,因为他永远是那个故事里的主人公。 等到2046装修好,周沐云也没有搬进去。 相比之下,他更喜欢暗中观察住在里面的人,他经常听到隔壁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。 原来里面住着的是酒店老板的大女儿王菲,他每天就是自己待着练习日语,要不就是站在阳台上眺望。 他交往了一个日本男友,彼此关系不错,但这段感情却因为父亲王老板的拒绝,最后吹了。 日本男人临走之前,问王菲愿不愿意和自己一起离开,他没有说话,男人又问他是否爱自己,他意识如此。 这样不说是否的态度,像极了之前周沐云问苏丽珍的话,也是获得了让他抱憾终生的态度。 男孩走了,王菲的眼泪也掉了下来。 王老板有两个女儿,老大喜欢小日本,老二过于早熟,每天都到周沐云房间里喝酒。 没过多久,小女儿就跟着一个男孩私奔离开了家,而老大王菲因为精神问题住进了医院。 这时候,香港经济萧条,于是他开始写一个故事,而名字就是2046。 故事内容就是讲无论男女都想到一个2046的地方,虽然故事关于未来,但对于周沐云来说,故事虽然天马行空,可都是他生活的点点滴滴,每个入住2046的女人都会成为他笔下的故事。 不久后,身材妖娆的小张入住2046,像以往一样,周沐云观察着他的一切,可能是生理原因,他一直想和其发生点什么。 于是这天,他带着礼物敲响小张的房门,说是送礼物,实际上却是毛手毛脚,女人也不客气,上去就是一巴掌。 一般人都要脸,可能就兴兴离开,但周沐云反而伸出另外半张脸,让对方蹂躏,越是这个样子,女人就越喜欢。 最后两人成了长期的肉体伙伴,原来混迹声色场所的女人名叫白灵,第一次之后,他就对面前这个男人动了心。 所以,当对方完事后掏出一百元,按理说,遇到这样的大手笔的顾客应该开心,但他却格外伤心,因为自尊心,他只要了周沐云十元。 他这么做,就是害怕男人以后不再找自己,甚至放眼以后,他来找自己就是这个家,等人走之后,他默默流下眼泪,而这个画面,其实周沐云看在眼里,但心里却有极强的满足感。 此后,周沐云不改浪子本性,依旧浪迹风月场所,也经常找白灵升华感情。 每次他离开以后,白灵就会将收到的十块钱放进铁盒中,女人如此珍视,就足以说明这段关系,在他心里已经逐渐跳脱了表皮关系。 升华成了爱情,周沐云靠着过生日收的礼金去了一趟澳门,他托好友给白灵捎去一份名表。 同时,对方提醒女人,说周沐云不会对他负责,更不会有任何认真的想法。 越是这样,女人就陷得越深。 等到周沐云从澳门回来,两人度过了甜蜜时间。 但这次,白灵告诉周沐云,他要留下来过夜,但却遭到拒绝,甚至他告诉周沐云自己不介意他有其他女人,但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只能有她,毕竟自己已经放弃了本职工作只有她。 最后白灵还是不死心地问周沐云,能否不带其他女人回来。 你等我? 我们到此为止。 我不会缠着你,你以后也别来找我。 你是外界你拉着,今天晚上我嫖你。 第二天,白灵就带了一个男人回来,他就想试试这个男人的真心,谁成想却失策了,周沐云是真的不在乎,因为他的身边永远不缺女人。 他背靠着墙体,听着隔壁的喘息声,心也彻底凉了,之后他跟前男友再度和好,而周沐云以后风花雪月,只是两人再没了交际。 很快,白灵就拿走了床下的铁盒,搬离了2046,只是白灵会偶尔出现在小说2046里面。 不久后,老板大女儿王妃回来了,他又在隔壁学日语,甚至时常找周沐云,帮忙给自己寄信给日本男友,可老板还是知道了女儿与日本小伙的事情。 怒斥他断了二人的关系,把一切看在眼里的周沐云告诉王妃,说以后可以把信寄到他房间里,然后他再把信转交给他。 每次收到信,他都会从门缝将信塞进去。 日本男人对王妃大胆又炽热地表白,让他对爱情还有期待,这一来二去,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。 王妃喜欢武侠小说,周沐云隐约忌惮,多年前自己和苏丽珍也喜欢,两人还曾包了一个房间,在那里连续写了好几个月的小说,而房号正是2046。 王妃也喜欢写东西,也会经常给自己带笔,别看她是女人,但写小黄书的本领也不差。 两人关系融洽,这也让周沐云度过了一个开心的夏季,可开心的时间总是有限的。 她一直鼓励王妃勇敢做自己,去和老爸摊牌,但她还是不敢。 王妃想要自食其力,周沐云给她介绍了一份后勤工作,有时她会编造理由接她下班,这种摸不透的感觉让周沐云沉沦。 再跟王妃开玩笑,要写一个故事关于2047,但当她真的动笔,内容还是关于2046。 在她的书里,2046是个永恒的地方,她幻想自己是个日本人,在一趟2046的列车上,爱上一个反应迟钝的机器人。 一个人离开这个2046的列车,需要多长时间没人知道。 有些人的离开轻而易举,但对一些人来说却是遍体鳞伤,她不记得自己在列车上待了多长时间,甚至有些空虚。 列车员告诉她,列车上有相应的服务员,可以提供她不同需求,但有个很重要的因素,就是不能爱上这里的机器人。 男人感觉惊讶,谁会爱上一个机器人? 列车长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,毕竟一切都存在,最后小伙儿确实爱上了一个机器人。 她问对方,愿不愿意和自己离开,却没得到答案。 一如自己当初问苏丽珍没有得到答案一样,其实周沐云很清楚自己已经错过了幸福。 即便现在对王妃心动,可对方终究爱的不是自己,她喜欢的还是那个日本小伙儿。 她想说的告白没说出口,只是默默地看着王妃给远载日本男友包电话周。 很快,她就去了日本找男友,周沐云还在想,如果在平行时空,自己遇到她又会是怎样的情况。 只可惜爱情没有如果,这世上只是多了一对有情人,之后王老板也想开了,说要去日本参加女儿的婚礼。 另外,女儿还托她问周沐云,能不能把小说的结尾改得乐观一些。 回到房间,她试了很长时间,但却一直无法下笔。 因为这个故事就是她自己,属于她的苏丽珍已经消失不见,即便她曾经见过很多女人,却一直把对方当成那个人的影子。 之前她去澳门,就是为了见新苏丽珍,两人相识于澳门,那时候她的生活并不好,全靠混在赌场的新苏丽珍赚钱才熬过去。 准备回香港的她曾想要带她一起,但却被拒绝。 因为这个苏丽珍很清楚,自己只是替代品,那个旧苏丽珍是她一辈子无法忘记的人。 很久以后,白玲找到周慕云说自己在新加坡找到了新工作,临走想还给她曾经的欠款。 周慕云数着这一张张的十块,好似过去的甜蜜又回来了。 白玲还爱着周慕云,所以恳求她把自己的心分给她一点,但有些东西不能借也不能分。 她挣脱白玲的手,没有扭头地离开。 她哭了,伤心欲绝。 周慕云感觉自己坐在一列很长的列车,一辈子也无法停靠在安。 她哭了,伤心欲绝。